由赵露丝和吴雷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星汉灿烂》正在热播中 该剧主要讲述了女主承邵商的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 在最新的剧情中 承邵商如愿与第一任未婚夫娄瑶订婚 好巧不巧的是何家出事 两人不得已退婚 而后女主投入灵不宜怀抱 截至目前 男女主的良缘基本上线 且看似对官配结局如何 一、灵不宜和承邵商 其实要说吧 灵不宜和承邵商的缘分打小就注定了 当年 萧元一再生产承邵商的时候 恰逢灵异孤城造乱 或加满门遭屠戮 使现在的皇帝在危急时刻 下令城使夫妇持缘 从而解了孤城危机 灵不宜的姑母或君华才能趁乱将她带去乡下 躲避将近一年的时间 待长相发生变化以后 才让灵异找到他们的 然后回了灵家 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 在男女主的世界里早已密不可分 要不是孤城动乱 承邵商也不会被父母丢在家中 任其自由生长 养成如今这般没归没举 被回到家中的父母所嫌弃 尤其是在亲世上 母亲萧元一更是百般阻挠 但索性邵商有叔母疼爱 母亲也只能暂时作罢 最终与楼瑶订婚 不过去因何家的是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 取而代之的是灵不宜的守候 灵不宜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承邵商 只可惜她的动作总是比楼瑶晚上一拍 以至于被楼瑶杰族先登 不过无碍 灵不宜身边有皇帝这位神助公 最终在皇帝的帮助下 灵不宜终于和承邵商订婚 并且在经历了一些事以后 逐渐明白了在彼此心中的位置 最终在天下太平后携手下半身 也是相当完美的结局了 二 楼瑶与何昭君 不管事事如何变迁 有些事情终究无法改变 就比如说何昭君与楼瑶两人 他俩的缘分得源于父辈 要不是自小有婚约 何家人也不会在满门遇难时 要求楼瑶迎娶何昭君为妻 所以说啊 缘分这东西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不是谁想怎样就怎样的 楼瑶本心善良 虽懦弱但也有担当 在何家遭难后 不忍何昭君一个女子独自面对 很狠心同意了何父的临终所托 其实话说回来 何昭君虽然不是楼瑶最佳婚陪人选 但说到底还是最合适的人 一来俩家关系亲密 应是世交 迎娶何昭君明智之举 对活着的人有所慰藉 对死了的人有所尊重 二来自小定亲 也算是青梅竹马 甚至对方脾气秉性 将来也好过活日子 在一个楼家家庭关系复杂 何昭君能应付得到 并且在经历家族变化后 能够很好的相夫教子 必然成为前妻两母 三 程颂和万七七 万七七和程颂都是将门胡子 他们结成一对 无疑是全剧最好的组合 万七七作为万松柏的独女 自小被宠上天 性格直爽 为人仗义 喜欢打抱不平 但凡有她的地方 就总有笑点 她语成少商是很好的闺蜜 两人无话不说 性格颇为相似 喜欢直来直去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不过也确实很招人喜欢 这部成少商的二哥 就盯上了万七七 两人只要一对上 就少不了一顿斗嘴 不过看上去到死蛮和谐的 并没有什么不对 相反还让旁人觉得 他们是在打情骂俏 这部 连父亲诚实都在打去府中 怕是要双洗临门了 只是大大咧咧的万七七 还不明白承送的心思 不过没关系 在后期的剧情中 万七七一定会开窍的 并且还会和承送结为夫妻 四 杨杨和搬家 剧中的承杨是一个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温柔贤惠的小女娘 虽自小长在 嚣张跋扈的母亲格氏身边 却没有学到格氏半分 因此 肖元一再回到家中 将其二神格氏 遣回娘家后 将承杨是若己出 好过亲女承少商 承杨与承少商截然不同 满身上下都透露着柔弱气息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保护 肖元一让为同是承家女儿 就不能厚此薄彼 只要娘娘有的 泱泱必须有 当男主元善剑出现在家中时 承杨的内心泛起涟漪 错把元善剑对承少商的爱慕 当成是倾心自己 从而被无情忽视 不过不要紧 承杨的良缘终于上线了 他就是搬家搬小侯爷 最终 搬家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才将承杨去到手 这也正应了肖元一说过的话 泱泱绝不能嫁得给鸟鸟低 从而很好的说明了 长辈对晚辈的期待 希望他们过得好